哪一個? 那一個啊 最下面那個啊 server什麼的 傭人坊啊 34啊 我這邊看也是34 我看也是34 你看的是翻譯版嗎? 我看的是我貼給你們的版本啊 我們看遊戲裡面 紙張寫34 那這樣怎麼辦 我看一下喔 該不會他連翻譯都 不一樣吧 這樣對不起來有點尷尬 尷尬 那我們就挑一個來玩啊 因為他不是其實 如果我們玩過這劇情 大家都講好的話 可以直接跳下一個 表示其實是無所謂 可以亂跳 那遠遠就挑你說的 沒有 可是他會這樣子設定的原因 是因為可能 你那個劇本 會用到你的作稅物品 喔 對 是會這樣 我看一下 他是打 等一下 他是打反的 等一下我覺得他是打反的 我看一下喔 他打反了 他把魯谷跟那個瘋漢打反的啦 他打反了 這是遊戲裡的 對 是遊戲裡的為主啦 就34 他那個表格打錯了 他表格打錯了 他表格打錯了 哇 隱藏 隱藏叛徒 要看哪個叛徒劇本還是 要看生存指南 好看一下 先看一下是誰看叛徒的 我 我 他下面有說叛徒啊 你看那個叛徒的那個劇 中文劇本 他下面有寫 作祟的叛徒 在第34的話是隱藏叛徒 就是隱藏起來 你猜到生存指南 對 所以是隱藏起來 看生存指南那邊 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反正他就是看生存的劇本的34 嗯 對 我們大家一起看生存的 這是WORD裡面嗎 是奪魂項圈這個嗎 對 3 3 3 4 等一下幾分幾秒 可以再貼一次嗎 因為沒有秒數 三個網址兩個中文 我不知道是要看哪一個 呃 你現在看 第幾個網址 生存 生還者劇本 生還者劇本 對啊 生還者劇本的上面還是下面 因為 上面 有34嗎 等一下 我幫觀眾結個圖 等我一下 生存 哇 等一下 34的內容怎麼那麼少啊 我怎麼沒看 為什麼看34有兩頁啊 我怎麼沒大 我看有兩頁呢 4849 我看也很少耶 還是你們 結 看能不能結個圖給我 因為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我 我不是握得的關係 有可能 你是點那個 survivor的那個 對對對 沒有我休想可能是因為我的檔案 就是我 我貼我貼 好 我覺得應該真的是出問題 我也是長這樣 好 我存一下 對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喔 生物出來囉 時間出現囉 等等喔 開啟連結 開啟連結 這樣子是模糊的 我直接給觀眾看那個好了 防止啊 因為 截取圖 還是變很小字 對啊 感覺密密麻麻的 好嗎 對 我就是稍微 稍微印一下 反正大家都看得到這個左翼上圈嗎 嗯 你們的頭開始暈眩 然後你們失去的意識 不知道過了多久 你們才是醒來 當你們正在掙扎著移動自己的腳的時候呢 你們聽到喇叭中噴到一段聲音 你們好 你們不認識我 可是我認識你們 我現在想要玩一個遊戲 I won't play again 這棟宅院的門 將會在一小時後 一小時後打開 但是你們 將無法離開這裡 但是你們無法離開這裡了 除非你們知道怎麼找到一些小玩意兒 注意到你們的脖子上有一個枷鎖 而這個枷鎖呢 上面附了一把刀 與一個強力彈簧 當旗上的計時器啟動了這個裝置 這個裝置的穿戴者 就會明顯的變矮了許多 鑰匙被藏在自動防止你的各個角落 你們需要找到兩把鑰匙才能打開一個枷鎖 當你打開你脖子上的枷鎖之後呢 你就可以重獲自由 當然有些鑰匙會非常難找的位置 遊戲開始 然後被判者聽到的聲音 呃 蛤 被判者聽到的聲音 可是我們被判者是誰啊 對啊 隱藏起來了 我們不知道 好 這邊上面有寫啊 對壞人你都知道 我們都一起看這邊的生存手冊啊 哦 嗯 好 被判者會聽到這聲音 這個房子內的其他人 一同見證了你 你母親身上發生的悲劇 他的車子起火 但是他們因為還太害怕 不敢把他拉出找我的車子 然後油線爆炸了 他媽死了 對 然後現在你的復仇機會到了 你脖子上的枷鎖 並不會運作 但是其他人並不知道 我們之中有一個人的脖子 中間那個東西不會運作 嗯哼 他有勇氣幫你嗎 當時他們 他那麼害怕 而不敢拯救你 然後此刻呢 在 將五角 有數字的物品指示物 從1到玩家人數的編號 發給玩家 玩家保留這個指示物 就是那個家鎖吧 每個人波子上有一個家鎖 他在哪裡啊 指示物 指示物 先拿一個 1到5 不知道欸 哪一個指示物啊 反正就是 我們現在身上都有一個啦 去假裝那個就好了 請問這隻狗狗是我的嗎 對啊 就是你了 狗狗就是你了 那我再拿走吧 那是你的狗 將五角形的物品指示物 放在以下房間 代表著鑰匙 若該房間未被探索 這探索到時才放上去 所以第一個房間是ATDIC 嗯 有ATDIC啊 那那我念你 我負責念啊 嗯 你幫我放啊 就是鑰匙 好第二個是CATA COMBS CUT 這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有人找到嗎 CATA 第二個是什麼 會有沒開出來的嗎 會 會 CATA 沒有 沒有 二樓有沒有 沒看到 沒有 應該是沒有 對那個ID 那個名字沒印象 嗯 下一個 下一個 CHA SN CHA CHA 開頭了 有個是 哎呀 教堂不是 對啊 教堂有個C 那個但是不是他 沒有看到 應該是沒有 沒有 然後他的翻譯 是其他語言翻過來的 然後 應該不是啦 英文應該不是 那個 Capsule C C O L L A B S C C O L L 喔那個那個 右上 一樓 一樓一樓 右邊右邊右邊 喔有個 溜滑梯 不是 下面 我手這個 這個這個 喔 這個鑰匙 對 嗯 那鑰匙就先拿 你們幫我放啊 你們放了嗎 還沒 放一下 好 鑰匙要拿什麼 下一個 CRYPT 放item 放item 就放item這個就好了 這裡這裡 地下室 這個也是 CRYPT 然後下一個是 棺材坊 熔爐坊喔 F U R N A C E 我們有這個嗎 這個嗎 F U R好像沒有 對這沒 好像沒有印象 嗯 下一個 G A L L E R Y G A L L G A L L G A 我找地下室 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 好 NO Junker room 垃圾房 有 垃圾房有在旁邊而已 然後再一個 O P E R A T R N G 手術的 Laboratory O P E R O手術房這裡有 原來是O 太亮了 然後下一個是 P E N T A G R A N P E N O P E N O P E N 他們裡面藏著P E N T A G R A N C H A N B C H A N B Chemper 什麼什麼什麼Chemper P 不在二樓 一樓也沒有 那 地下室也沒有 應該現在沒開吧 沒有開不用放 沒有開的嗎 嗯 沒幾張了嗎 12個 12個房間 TOWER 沒有 TOWER絕對沒有 我印象 印象中TOWER V A U L T V A U L T 蛤 V A U L T 在那個二樓 那個就是那個恐怖房 恐怖房 恐怖房 啊那個 保險貴啊 保險貴啊 好放了 好了 沒了嗎 好沒了 好沒了 找解沒放出來 這些了吧 嗯 拿出紅色 然後拿出紅色的怪物指示物 從1 一直到玩家人數的編號數字 面下 混 面朝下混合後 每個玩家抽一個 啊 如果你抽到編號1 則是你這場遊戲的叛徒 原來是這樣子玩叛徒的喔 喔 那怪物指示物在哪裡 怪物指示物在哪裡 上面嗎 紅色的怪物指示物 下面啊下面啊 關一下 這個有沒有編號啊 不確定 沒有編號欸 還是上面這一種吧 還是上面的啊 上面這個是 這個有編號嗎 看起來挺怪物的 看起來沒編號啊 對啊上面都怪啊 我記得我們的那個 買的那個盒子上 Token是有 他這個搞不好是為了要製作上的方便 他把右上角那個編號塗掉了啦 你看他右上角 哇 他把他塗掉了 哈哈哈哈 那 抽 抽 欸有沒有復刻牌啊直接叫 這裡有復刻牌可以叫嗎 我可以叫復刻牌 我要怎麼叫啊 OB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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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復刻牌啊 怎樣 裡面會一張鬼牌 抽到鬼牌的就是鬼 所以大家都會知道他是叛徒 不知道他自己看啊 他說上面那一排的那個 OP OP OB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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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術房鑰匙有放錯位置嗎 有嗎 不 OB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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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鼻擦幹嘛 OK好 OKOK 沒問題好 就蓋著可以自己拿出來蓋著拿出來就好 鬼牌是那個嗎 鬼牌是潘圖喔 潘圖 鬼牌是潘圖不能讓他知道 對知道了就不用玩了 所以我牌子要怎麼動他 你就把他蓋起來就好了 你就按F蓋起來然後拉出來 拉出來好這樣沒事不要動他不要動他 將回合傷害指示板 然後放在指定到以下數字 然後我們現在是五人以上所以指定為一 恩 傷害指示板 這裡有傷害指示板嗎 什麼是傷害指示板 右邊嗎右下那個嗎 0到12那個啊 右下那個什麼字嗎 沒有這是那個counter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換第幾回合的那個 我覺得他沒有那個板子 阿不就用這個第幾回合啊 只能用那個第幾回合去算 好叛徒 當叛徒要被加索殺掉的時候 他必須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在那之前 他可以跟著大家一起收集鑰匙 甚至可以把鑰匙拿給 其他玩家 來撥去他的大家的信任 恩恩恩恩 壞人要知道了 壞人你們自己要看啊 誰是壞人你們自己看 對壞人你要知道 你們一起看這篇 生存守則 你們其中有的是叛徒 你們各自被鎖在一個加索中 其上還有一個不斷倒數的計時器 很有可能在短暫時間內 會把你的頭砍掉 這還不是最糟的 因為有個 有一位你的同伴 希望你的頭最好沒有頭 恩 好 好 獲勝於 當所有的加索都被移除 而且有一半以上 就是無條件禁衛 的英雄活著的時候 英雄獲勝 不過死一半以上的話 英雄死亡 叛徒獲勝 恩恩 加索在被解鎖或者是啟動之後呢 變成被視為移除 當一個加索的穿戴者被殺死 加索也算被移除 所以殺人也算移除 再被解鎖或啟動變移除 對啊 穿戴者把他殺死的話 加索就變成被移除 對對對所以要活著才算 如果叛徒表態或者是死亡 他身上的加索也會被移除 恩恩 所以如果叛徒自己 表態的話 他身上加索移除 對你說對英雄是好事 對啊 但是他 對他 他盡量不要表態啦 恩 就是這樣 讀科解開加索 你可以在完成抽牌 與其他房間敘述之後呢 拿走鑰匙指示物 並不強制人一定要拿走鑰匙 拿走鑰匙時 的時機 在下面幾個格 格子中 就是右邊的說明說怎麼拿走吧 有沒有寫 喔 在每個房間拿到鑰匙的方式 也不一樣喔 是 哇 不然狗狗去撿太誇張了 狗狗不能狗狗不能吧 他蠻多房間都是要 只骰子 狗狗進不去 好煩喔 好麻煩喔 沒關係 但是我們要看到那個房間 要拿鑰匙時再看 狗狗 當你找到鑰匙時便不能繼續移動 但是你可以使用他 或者是把他拿給下一 另外一個探險者 喔 每把鑰匙只能被拿來 解開一個枷鎖 當你使用之後鑰匙 只是567 當你擁有 至少兩把鑰匙時你可以在你的回合任何時間 把自己或者是同房間的探索者 解鎖 枷鎖解開 但注意 同合內其他玩家仍然不能交易會 交易鑰匙 就是鑰匙不能交易 兩把鑰匙 可是你找到鑰匙之後便不能繼續移動 對啊 喔 喔 到鑰匙那個就要停下來了 就不能找完鑰匙再去下一個再找鑰匙 嗯 鑰匙不能拿來解開已經被斬首探索者的 枷鎖 OK 死掉了就不能用了 嗯 好接下來其他的就是房間取得的時期 這個我們不要到了再看 再來你必須做的事情就是 在每個作稅 揭露者 好 所以我們 有人要把那個傷害指示物板之加1 這一個人就隱悅啊 因為是隱悅開這個劇本的 對 所以隱悅要負責要負責開 就是加1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探索者持育的物品編號 小於現在的數字 不是吧 如果探索者持育的物品編號 小於 或等於現在的數字 則需丟三顆骰子 若小於 目前的回合數的話 該直接殺死喔 嗯 所以 我們回合越後面我們就越容易死掉 對 沒錯 物品編號小於 物品編號是什麼啊 你看到 他不會也要看那個單子吧 他不會把物品編號也卡掉了吧 看一下 等一下物品 等一下有的是讓你物品的看一下 物品 他物品 沒有 沒有編號嗎 沒有編號啊 不是啦 我們剛一開始的那個 就是誰是那個 叛徒那個嗎 是那個什麼 喔你說123456 好像是喔 可是這個 對 對對對 物品指示物 然後從1到玩家人數的編號 對對對 喔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不知道怎麼看 我幫我挑了一個很複雜的劇本 沒關係不然就這樣好了 牌拿先 牌就是這一輪抽到先不算 牌拿出來 我們去定義哪個是1哪個是2哪個是3哪個是5 就去定義 剛剛誰是壞了呀 你 搞知了 居然 而且重點是你這樣我還抽到一個超麻煩的房間 看一下我能不能夠照1234發牌 不然就是數字大小去 有一點Q 黑桃鷹啊 如果探訣只有這小於等於現在的數字 噢 這需要丟3個骰子 如果點數小於目前的回合數 這該玩家直接 也就是我們現在是第1回合 對 如果拿到的是3好了 那我第1回合 3回合沒 3第2回合就有事 第3回合的話我就要骰3個骰子 如果骰到3以下我就死掉 對 第4回合我骰到4以下我就死掉 嗯 欸那這樣子 每個人 頂多就是幾回合之內就要拿到鑰匙 趕快解鎖 欸所以 很急呀 很緊急耶 等一下喔 他知道我們快要下班 我 發現 他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發不是我們剛剛只有發一張 他其實是要發兩個 他不是只要發一個 他是要發兩個 什麼意思 呃我在想啦我剛剛又在看了一次他應該是這個意思 五角有數字的物品指示物1到 呃 就要從1到6 這個是第1個我們第1個東西 第2個這個是要翻出來給大家看的 第2個東西是怪物的指示物是 就 也是1到6 然後呢如果 這個是不能給別人看的 所以他是要分他有兩種 第1個是抽鬼牌就是抽到像剛剛喵他就是鬼 然後這個 大家都不知道的 然後第1個是我們要抽編號 大家都知道 所以 要要要要再 交那個啦 這叫什麼 排再叫出來一次 要再叫一個牌 我們要叫123456出來 然後一樣就是 再一次抽一次鬼牌 對這抽鬼牌一樣再一次 這個 這個 剛那個不變 對 白的 這個也是白的 等一下 看一下喔 直接叫一組牌是嗎 直接叫一組 對呀 直接叫一組 找出123456 找123456 剛好1 3 6 怎麼會有起